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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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联系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也挺可怜的 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朋友 孙蕊他们还总在学校欺负她 我挺理解的 她跟严姐一样 虽然被欺负了 但还要自己撑着 一个人扛着 而且他真的拿我当很好的朋友 他还说要帮我收集 孙蕊医名投稿的证据 又输了 你输是因为你不能及时反应 对方出的招 要不我帮你打一拳 你去把玩起来 不用 看我的 好 玩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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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 累了吧 来喝点水 给你 小兔 小兔 怎么流这么多汗 来 我自己来 谢谢啊 我真的没有勾引他男朋友 是他男朋友自己跟我爸的消息 你看 不用说谢谢 这种情况应该说不用谢或者别客气 不用说谢谢搞得他俩很熟一样 你男朋友有立场这么说吗 他应该这么说话吗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想勾搁人家呗 对啊 想勾搁别人呗 这就更明显了 怎么又说谢谢 跟我不要说谢谢 那他希望他说什么呢 你这么厉害怎么不回去管管你自己男朋友啊 小小小小 那个男生跟孙蕊男朋友微信头像好像 等很久了吧 还好 一会儿我们还打一场 你看吧 嗯 嗯 刚才那个人是孙蕊的男朋友吧 嗯 晓晓 刚才的事情你千万别误会 你自己的事我误会什么 这么说你还是误会了 我跟彭旭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 我找她是为了套出孙蕊的电脑开机密码 我怀疑微博上那些针对你的事情 就是孙蕊搞的鬼 如果匿名发视频的人真的是她 那她的电脑里肯定有那些处理过的视频 说不定咱们还能找到 微博上她污蔑你的证据 这样你的事情就可以澄清了 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些 你刚才那样要是又让孙蕊看到了 不是该给自己烙化病了吗 不光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我自己 你知道的 我在学校里没有什么朋友 而你呢 是第一个愿意站出来维护我的人 不想失去你 更不想因为我的事情 让你被别人骂 没事的 亲者自清 网上那些不认识的人 说什么都不重要 我都当自媒体这么久 这点承受能力我还是有的 而且你那样去套人家孙蕊的密码 可属于侵犯别人的隐私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必须跟你说清楚 因为你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人 我不想你误会我 我真的啊 我对那个彭雪 是一点想法都没有 不管她是不是孙蕊的男朋友 我相信你 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 是吗 陈自然 你不要离开我 我求求你 陈自然 她呢 是一个充满 神格魅力的人 晓晓 你陪我去北门吃饭吧 要不明天吧 我下午还有课 说赖在家里了 回去取一下 你住在东都天润 不是我家 我暂住在我一个朋友家 朋友 不会是男朋友吧 不是 就是普通的朋友 是在发展中的暧昧对象 我 我的车到了 我先回去了 拜拜 欣 喂 号十二三四六是吧 拜拜 对 师父 对 师父